李宗盛 曲名 李宗盛 回收 所以加了这个回收控制之后 如果没有加的话 用固定的开度 一旦负载起来 它可能整个转速就会下降 那有了回收 它可能负载进来稍微下降一些 它马上pick up起来 控制系统马上反应 越强悍的控制系统 下降的幅度 改变的幅度就越小 这种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干扰排除 英文叫disturbance rejection 干扰排除 干扰排除能力很强 这种叫做调节器 我把系统的输出调节在一个固定的范围 这叫调节器 控制的目标有时候是做调节 有时候是做追踪 比如说飞机 飞弹要打飞机 飞机一直在跑 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角度 固定的位置 它要追踪 像这个代数控制系统就不是追踪 因为你要设定的角度 设定的转速是固定 这个叫做调节器 那刚刚的这个太阳能板追日的系统 我们也可以用控制系统的方块来解释它 这个是一个太阳能板 那我需要用马达去转它嘛 对不对 那马达它的输出扭力蛮小的 马达转得好快 可是扭力很小 那怎么办 机械系统就知道要加什么 减速器 对不对 减速器 让它转速变慢 扭力变什么 变大 对不对 来带动这个太阳能板 那太阳能板我们可以量到它的角度 那这个Sun sensor呢 就是跟目前阳光的 它去侦测目前太阳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那它跟这个太阳能板的位置 会做一个比较 得到一个误差 得到一个误差 那这误差呢 去驱动我的控制系 那控制系来决定说 这个马达怎么转 当然如果你事先知道 这太阳怎么跑的话 我可以自己 也可以把这个太阳的运动 直接加在这个 我的控制命令的输出上面 它就有一个预先知道的知识 对控制器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 因为你事先已经大概知道 太阳怎么跑了 那你这边只是做一个什么 微调 做一个微调 那再来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这个是从电路的 电子电路的角度 来看一个回收控制系统 这个G呢 H你会把它想象成 这是一个电路板 那这电路板呢 有输入有输出 一个电路 它有输入有输出 那一个电子设备 它输入通常会有几条线 我们插座会有几条线 地线先不要管 主要是两条线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 这边就有怎么样 两条线 有没有 两条线输入 可以吗 所以 所以这个E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输入 这边这一端 左端就是它的输入 那这个右端呢 就是它的什么 输出 可以 好 所以这个G呢 相当于是我们的受控场 加上控制器 把它乘在一起 好了 好 那这个H呢 这一端 右端是什么 输入端 左端是输出端 也是两条线 了解 那这个G呢 我们想简单一点 它就纯粹的是一个放大 或是缩小 所以这个G呢 把输入的讯号呢 放大或是缩小 G倍 可以 所以 这个系统 它的特性就是 Y 这个输出Y会等于什么 G乘以1 可以吗 可以吗 一个简单的放大 好 那这个H 扮演的角色就像感测器一样 它把输出怎么样 它接到 它把G的输出 接到它的输入端 它要做什么 量测嘛 了解 所以这个H呢 它的输出就会等于什么 Y 它的输出是B 对不对 B会等于什么 H乘以Y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 G呢 是一个 像是一个受控场 H像是一个回收的感测器 那我要做控制 我要干嘛 我要有一个输入的命令 对不对 R 对不对 那R要跟什么相减 跟输出的讯号相减 对不对 得到误差 误差要来驱动 整个系统 了解 那如果是电子电路 这个相减很好做 甚至你可以不用OP 这个简单的 在我们这个很简化的case 我就把它接在一起 把R B 这几条线把它接在一起 我说 如果接在一起的话 这个输出会等于R减掉B E会等于R减掉B 为什么 为什么 科系货布电压定律 科系货布电压定律说什么 从这一端绕一圈再绕回来 电压降要等于多少 零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我们从 这一端开始走 遇到正号 遇到正号 所以正R 然后呢 遇到负号变成什么 负B 对不对 然后再来 遇到什么号 负号 是不是 负一 会等于多少 零 这叫什么 科系货布电压定律 所以 一就会等于多少 R减B 是不是 所以 误差就会等于输入的 减掉 回收的 这个 讯号 了解 了解 好 如果你没有做回收的话 输入跟输出关系就是什么 G而已 是不是 如果没有做回收 没有这个H 没有这个命令 你直接命令 直接接在 接在G的输入端的话 你就是把输入乘以G 就得到Y 对不对 那如果做回收 R跟Y的关系会是什么 R跟Y的关系会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稍微算一下 怎么算 怎么算 我们就一个简单的代数 这个 Y是等于什么 G乘以1 是不是 这样 这个有点伤脑筋 我这样写 这边同学会看不到 我要怎么办 有时候 我上课有时候常常会用到黑板 那我要怎么办 把它拉起来 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我又要同时看投影荧幕 没有关系 我们先讲好了 这个事实还很复杂 以后遇到再说吧 好 所以这个Y就等于 7乘以1 对不对 那我们目的是要得到什么 R跟Y的关系 是不是 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把E 把它怎么样 换掉 换成跟R有关系 了解 那这边G E等于什么 我要把E换掉跟R有关的 只有这个式子嘛 所以R减掉B 是不是 了解 那因为我要得到是R跟Y的关系 所以不是R不是Y的东西 我都要把它换掉 所以要把什么东西换掉 E换掉 B要换成什么 B等于什么 HY 了解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 简单的一个代数的一个 方程式 描述R跟Y的关系 或者说 最后R跟Y是什么关系 自己简单的 做个简单的代数 R跟Y的关系是什么 在这里 R分之Y 或是Y over R 会等于什么 G除以E加GH 可以 对 这个式子从这边来的 我就不用再倒下去了 了解 所以如果没有回收 如果没有回收 就是没有这个H 对不对 R就直接灌进G里面 R跟Y的关系就是什么 H等于0 对不对 就是G 了解 了解 加了回收 R跟Y的关系就改变 R跟Y的关系就改变 这样就很奇怪 这样我为什么要去改变这个关系 改变这个关系有什么好处 R跟Y的关系有什么好处 未来你们会学到的是 在控制系统里面 这个GH不见得是一个constant 它可能会随频率而改变 有高频的部分 有低频的部分 有中频的部分 所以有了这个H 这个H可以跟随着频率而改变 我就可以让R跟Y的关系 变成不见得是一个constant 而是会随频率而改变 可能低频的时候这个game比较大 高频的时候这个game比较小 那我在系统设计上面 那弹性就会增加 所以 简单来讲 回收会改变系统的 输入输出之间的争议 那复杂来讲 这个争议可以让它 回收可以让这个争议 是随频率而改变 那简单来讲 它就是改变争议 好 那如果我再加 外面再加一层怎么办 再加 除了这个GH之外 外面再回收一个F回来 那得到结果就是再加一个GF 就两个feedback loop OK 好 那 我先前曾经讲过说 回收可以改变系统的特性 甚至让系统性能变好 可是你要小心的是 有时候 你要设计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你要设计的时候要不小心 没有变好反正变得更烂 或甚至爆掉爆炸 发散 那这个 所以在控制系统里面 因为你加了回收去恶搞它 不是说恶搞它 如果没有设计好才是恶搞 那 所以你加了回收 所以你要 对 你就要设计上要特别小心 它可能会发生 开回路 没有 不会发生的行为 叫做发散 或是不稳定 比如说 刚刚的 E加GH分之G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 这个H的挑选 好之不止 你刚好让GH等于多少 负1的话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R到Y之间的比值会是多少 无限大 了解 所以你有一点点RY 马上就怎么样 爆掉 了解 这是一个不稳定的 或是控制系统 回收导致不稳定的一个 比较简单的说法 事实上 真正的解释 比这个稍微 比这个复杂一点 我们现在先用最简单的 最naive的方式来解释 就GH等于 R到Y的 真意变成无限大 一点点R Y马上爆掉 所以控制系统设计不好 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了解 那如果你发现 你的系统会爆掉 那怎么办 怎么办 GH等于负1怎么办 我可以再设计一个什么 再加一个控制 再把它拉回来 就是刚刚的 不是再加一层吗 再加一环吗 一加GH等于负1 没有弯 GH等于负1没有问题 这一加负1等于零 可是我这边GF怎么样 有值啊 是不是 所以它有稳定 了解 所以控制系统 你做得不好 可以把稳定的变成不稳定 做得好的话 即使是不稳定的 也可以变成什么 稳定 OK 那下一次上课 我会带一个小玩具来 是我们实验室 在做一个 做的导单摆车 它本身就是不稳定的 什么叫导单摆车 就像我要把这个笔 我要把它立起来 我要把它立起来 没有办法立 为什么 它是什么 它是不稳定的嘛 我放开它就怎么样 我一点点R 它Y就变成什么 是不会到无限大 只是倒下来 对不对 其实我这样立好 对不对 我这样立好 稍微一点点R 马上就 就发散了 对不对 如果我控制系统 我一直 感受器 一直在看这个 这个杆子 怎么样移动 我在调整我手掌的位置 小时候都玩过这个游戏吧 拿哨把把它立起来 可以吗 那个就是一个控制系统 了解 因为你要看着这个哨把 或是手 你要感觉这个哨把的运动 然后去调整你手的位置 这就是个回收 对 回收 控制 控制器设计不好 可以把系统搞砸 设计得好 可以把很烂的 或是不稳定的系统 把它拉回来 变成有性能 变成稳定 这个下一次我们再来看这个 我们实验室做的小玩具 所以 feedback can improve stability or be harmful to stability if not properly applied 这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要学控制系统 设计不好会把系统搞砸 有时候不是只是把性能变烂而已 有时候会产生毁灭性的结果 比如说你要为一个核电档 设计它的温度控制器 如果你搞砸的话 温度发散 哇 那这个 这个灾难就很可怕 可是如果你用open loop的方式去控制 有人在那边调控温度 基本上 即使性能烂也不会发散 了解 而且open loop不会有毁灭性的结果 可是close loop 起来就像刚刚的 gen会变无限大 会毁灭性的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才要去学分析 能够去分析它的性能 看看你设计出来会不会造成毁灭性的结果 那如果去改善你的设计 让毁灭性结果不会发生 或是让你的性能更好 好 再来控制系统还有一个好处 我们先总结一下 刚刚提到什么 控制系统可以改变系统输入到输出的争议 对不对 然后可以让不稳定的变成稳定 对不对 当然也可以让稳定的变成不稳定 改变它的稳定性 总结来讲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 它可以改变系统的敏感度 什么叫敏感度 作为一个机器 你希望它敏感还是不敏感 比如说一部车子的性能 你希望它敏感还是不敏感 对 车子 比如说它的加速性 你希望它敏感还是不敏感 比如说我在 所谓敏感意思是说 当环境一些因素改变的时候 对它造成的影响 叫做敏感 叫它的敏感度 比如说温度的影响 在夏天你开这部车子 跟在冬天开这部车子 温度有一度的改变 对车子的加速 0到100公里 它的加速时间的影响 你希望它小一点还大一点 小一点 对不对 这就是敏感度 也就是说 当不管是系统里面的参数 或是外界的环境 有一个单位的改变 对你性能的影响 这个我们要叫敏感度 可以 作为对于一个控制系统 我们当然希望 这敏感度能够怎么样 小一点 这样它的性能才会怎么样 一致嘛 了解 那如果说你不做 你做的是开回路的话 系统有什么改变 马上就反映出来 它就直接反映出来 反映在它的性能上面 那如果你做的是 避回路控制的话 这个敏感度呢 你就可以去透过控制 那个回收去调整这个敏感度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叫敏感度的指标 叫做Sensitivity S OK 我们用比较定量的方式 来定义这个敏感度 那这敏感度是什么呢 M是什么 R分之Y G除以1加G 就是我们假设有避回路 可以吧 我们这个系统做的避回路 对系统做的避回路 所以M是它的 输入到输出之间的关系 了解 或是我的性能 M 好 这个M 那 如果说 这个 你的受控场G 有点小小的改变 有点小小的改变 比如说我要去控制马达好了 我再讲一个举个例子 我要控制马达 那我设计一个 就刚刚那个马达 可以吗 对 我 这个马达受控场 我用转速感测器回收回来 然后跟我输入命令相减 输入到我的控制器 好 所以这个G 就是我的马达 那 1加GS分析 就是我经过控制之后 输入命令到输出 转速之间的关系 就是M 可以 可以 好 那我在马达在控制的过程中 线圈通电 电线会怎么样 发什么 发烫 对不对 发烫的话 它什么特性会改变 第一个 电子的特性会改变 大家有没有学过 导体的话 温度越高 电子会越什么 越大 对不对 所以它电子会改变 所以这个G就变 就怎么样 就变了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G改变 对M的影响 会是什么 会是什么 G改变会对M的影响 会是什么 那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个比 如果当G有改变的话 M的改变除以M 就是M改变的什么 百分比嘛 对不对 那除以什么 看G多少改变 所以这个敏感度就是告诉你说 受控场 做单位改变的时候 它整个性能 改变的百分比是多少 了解 了解 好 那你希望这个比值要 比 我们希望这个比值变什么 越小越好 对不对 那你怎么去算这个比值 这个很明显的嘛 这partial 你把它除起来 这个就是偏微分嘛 partialM partialG 对不对 乘以M 除以G 乘以G除以M 你把它算一算 把它做偏微分 这就是E除以E加GH 了解 所以这个敏感度会跟什么有关 会跟H有关 了解 好 所以 我们把这个部分讲完再下课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回收的话 受控场改变的话 对于它性能的影响 就是1比1的改变 那如果做回收的话 这个敏感度就会变成E加GH分之一 所以你只要把H调什么 你看到敏感度降低 把H调什么 调大 了解 所以刚刚的转速控制 因为我有回收 所以尽管 这个线圈在发烫 电阻改变 马达的特性变了 对于我性能的影响 还是不会很大 那我怠速控制系统 因为我有控制 所以外面环境温度低或高 对于我这个怠速 它的一个温度的维持 影响也可以变小 敏感度可以改变 这是控制系统另外一个好处 改变系统对于一些 环境变数或是系统参数 变异的一个敏感度 让它不敏感一点 好 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